不要走啊 媽媽 試驗非法賭博的十三男十三女 年齡介乎三十至七十六歲 其中一個三十一歲女人 懷疑是賭檔的主持人 其餘的二十五人 就試驗在非法賭博場所內賭博被捕 他們又探員早了押上警車 在行動中警方獲獲了六千元現金 九萬元籌碼 和六張電動麻雀桌 荃灣警區和新格南重案組的探員 經過深入調查後 凌晨突擊搜查荃灣二波方一個單位 並當場拘捕這批男女 全部人試驗非法賭博 被大反警署協助調查 香港寬憑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